当然这小年夜了还是有人抢半年货 趁着最后一刻来赶快买东西 迪化街我们看到已经进入到倒数进食的阶段了 很多业者也开始低价促销 像是开心果 鱿鱼丝几乎都降了40元 糖果类也全面降价一成 虽然价格便宜不多 但是业者透露说 最后一天当然还是有惊喜好康提供给大家 公路山扯破喉咙 这边下沙那边特价抬头一看 更是打折优惠高高挂 北市迪化街熟坛卷破 倒数几时商家大出品 有有有 我本来刚刚拿120给他 他也说我多拿了 他特价只有一天100块 博利多销抢客源抢手获开心果 一斤2004变200元 鱿鱼丝280降到240 通通降了40元 就连下雨天也打折 后面在下雨里面再加价 两包三百现在都两百 鱼竿扁的长的还是卷的 每包全都200元 还有还有假滴滴的糖果 随场课时间流逝也都跟着 大促销 从约20号开幕到现在的迪化街 由于很多摊商从南部上来 面临最后的时刻开始大拍卖 明天更是最后战线 想想便宜的民众得赚好时间 继续网出品战友们台北 前面的 就像在病毒上 又在病毒中